记者中立华台北报道,陆委会日前举行咨询委员会议,以中国大陆瑞实力对民主社会之挑战为主题进行研讨,陆委会主委陈敏通在会中表示,当前中国结合经济力量与国家机器,对外讲述中国好故事,企图改变中国对外形象,并模糊各方对中方的质疑,进而引导舆论转向正面看待中国大陆, 甚至肯定中方的政治制度与作为陈明通强调,两岸各项交流过程中,事实上台湾民主及软实力多受到中国民众的认同,他也提醒各界关注中国瑞实力对台湾造成的国安成本负担,并强调政府将持续透过揭露,反渗透,打击假新闻等方式,积极应对各种可能发展 对于中国推出台湾居住证,与会委员表示,中国策略上对外宣传是变民,所要行诉的是中国在制度上比民主国家更好,但实质是严恐,因此政府在应对这个部分也要清楚跟民众说明,保护国民,台湾人民应该不是图变力,而应思考是否受到中国的管理, 与会学者指出,近来西方政府,媒体,学界开始关注中国瑞实力对民主社会带来的威胁 美国学术界甚至以民主的危机形容瑞实力对民主社会带来的威胁,值得各方密切关注 与会委员表示,中国持续细致化其对外宣传技巧,包括透过内外有别,西方模式,收购外媒等方式扩张其瑞实力 因中国瑞实力影响,各国也思考其作为是否违反国际法及国内法问题,部分国家并已定定国安法制因应 另有委员指出,中国对台统战,渗透,分化手段与强度更胜于其瑞实力影响,其对台才取其主权化,强化中国公权力与国家化等统战行为 再加上中美贸易战,中国民族主义向台寻找权泄口等,已对台湾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学者认为,开放虽是民主国家应对瑞实力的脆弱点,但亦为关键优势所在 建议政府以开放应对,包括对公民社会保持开放态度,鼓励新闻界、学术界、民间组织与公民社会公开揭露瑞实力作为